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為了你的人生置業 你願意放棄什麼呢 我知道有人為了搞笑 放棄了未來可能當教授的前途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對不對 我們歡迎今天兩位來賓 愚鳳新葉的董軒 還有號稱搞笑界軟 今天的微量 兩位好 慧琳好 大家好 我是董軒 大家好 我是微量 我們是愚鳳新葉 大家好 好專業喔 看起來好像要開始演出了 對 演出前也是大概是這樣 會來個報名這樣 然後就啪 就開始 就先讓大家 朝氣的開始 先讓大家認識我們 我們剛剛說了 有人願意放棄未來可能當教授 講的其實就是董軒 是他 是他 這是怎麼回事 就是我之前算是 都是念那個理工科系 就我是念資訊工程 你念資訊工程 然後念到碩士 以後要當工程師這樣 對 以後就想要當工程師這樣子 然後但是發現原來搞笑 才是自己最想要去做的 對 然後就 就把自己的人生藍圖 就撕掉這樣 來一個生意來 緊急大轉彎 這樣就加入愚鳳新葉這樣 可是我剛剛說 當教授真的沒有很誇張 對不對 你已經念到了博士班 對 我已經考上了博士班 然後考上博士班 對 然後也念了 也念了博士班 聽說你是做了一個魔鬼的交易嗎 好啦 不是魔鬼的交易 對 家裡的交易 就是跟家裡人講說 我想要做搞笑這件事這樣 但是家裡的人可能一剛才就會 會可能還沒有辦法思考過來 就覺得為什麼不是念資工 念得好好 怎麼會想要做一個跟資工 完全不相符合 媽媽可能一直都期待的是 我兒子念資工 資管系 念了資工研究所 所以他以後會當一個很棒的工程師 進了什麼什麼企業這樣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想要試試看搞笑這一塊 因為搞笑是我從小到大興趣 就是我的興趣 媽媽其實也知道 媽媽知道 媽媽其實也知道 只是我想要把搞笑這件事 從興趣變成專業 他那時候聽到說什麼反應 他那時候聽到有點訝異 但是又有點 怎麼講 又有點認同的感覺 真的啊 也是啦 因為媽媽早就知道了 對 就知道 我就喜歡做 因為大學就喜歡做舞台表演 然後舞台表演 都是做搞笑的表演 對 所以就對搞笑這件事 非常的感興趣這樣 然後看到余蹦欣葉之後 就發現說 原來搞笑可以做這麼專業 做這麼有學問 真的是有學問 就認真的這個部分這樣 然後就覺得 我想要給自己一個機會 回去嘗試看看 所以你跟你媽媽說的時候 你媽媽就說 我就知道這一天終於來了 然後攔不住了 然後就要去做搞笑了 對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說 可是我的專業科目 還是會持續的進行 所以我就是念了博士班 就考到博士班 所以你媽媽只請你答應一件事 你一定要繼續念博士班 你要去考試 對 繼續專研自己的專業 就兩邊都是我專業 也是我興趣 對 可是目前為止 還是只想要做搞笑 就覺得專注一件事 還是比較容易成功這樣 所以一定要專注 我自己覺得做任何事 就是一定要專注 對 薇亮 其實你的外型 真的還蠻帥的 真的嗎 就是有很想要做搞笑 這件事情 是很認真的 是很認真的 你應該會想要 就是以自己的外型 應該會想要去走偶像路線 沒有欸 其實我算是那種要走偶像 不夠帥 要當搞笑藝人 又不夠醜的那種 有點尷尬的外型 對 但是 其實我對搞笑還是 從高中開始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接觸 我們現在 余鳳正在做的日式漫財 高中就開始 對 高中就開始 上網有看到這個影片 就覺得 哇 因為日本人 他們是有那種搞笑學校 對 然後他們那個 把搞笑當成是一種 那個 一個系統的感覺 系統有公式化的 我就覺得 哇 不只會覺得他們好笑 會覺得他們好厲害 就跟我現在在臺灣看到 臺灣在做的一些搞笑的節目 那個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他們很注重節奏 對 像是日本他們會有一種三拍 一開始是正常的事 後來是那個有點奇怪 然後最後就會變得很奇怪 例如說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比方說我說 欸 欸 我只要冬天的時候 因為造 會那個 個性比較造 不是個性比較造 那個 身體會比較造 身體比較造 然後吃那個藥頓排骨 會流鼻血 很多人 很正常 這個很正常 然後後來就演變成 我只要看到人家吃藥頓排骨 我就會流鼻血 這個情況好像就有點不太正常了 一直到後來 我只要看到人家流鼻血 我就會流藥頓排骨 等一下 這太誇張了 不可能發生 然後就有人吐槽 這樣就是漫才 慢慢的這樣進去 然後突然變很奇怪 對 日本人很多人在 有這種方式 對 公式在 我就覺得好厲害喔 怎麼可以把搞笑 有點自視化 可是又好像又很自由的感覺 對 又讓人出乎意料這樣 然後旁邊又扶一個叫做吐槽的角色 然後整個這樣搭起來 就是一個漫才的一個段子 對 所以我高中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哇 我好喜歡這個喔 我對這個太有興趣 我就一直瘋狂的找 有翻譯中文的 幾乎全部有翻譯中文的 我都看過 哇 對 那個時候就很有興趣了 你可以回憶一下 你覺得最好笑的一段是什麼嗎 有一段我是覺得很奇怪 他是說如果我當爸爸了 然後一定會經歷那種 女兒開始穿內衣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該用什麼樣的心態 去跟女兒說話 然後旁邊那個人就說不用吧 你就很正常就好 因為是爸爸跟女兒的角色 對 然後他就說 我想要跟我女朋友拉近距離 跟女兒拉近距離 嚇一跳 然後就是比方說 我現在開門要跟我女兒說話 他就喀槍 欸 看一下爸爸穿的內衣 好不好看 等一下怎麼會是你穿 就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話題給變得有點怪怪的 就突然間先給觀眾 建立一個印象之後 突然間下一拍啪 整個扭轉 我覺得這很厲害 印象深刻的 一開始本來是一個慈父的角色 但是他遇到一個難題 對對對對對 可是他用很奇怪的方法去解決 可能這個問題很多當爸爸的會有 對 共通的問題 對 共通的問題 不會做到這樣子 對 就覺得很厲害 嗯 電話打來是 對 就人家 喂 怎麼會這樣呢 好 我知道 我們會馬上行動 咔嚓 看來發生嚴重的事 喔 是什麼啦 是有什麼搶劫案嗎 隔壁把便當送錯了 我去跟其他部門說 那不重要啊 應該是更大的案件吧 對 更大的案件吧 就是直接把剛剛的情況整個打掉 因為這種場景 其實大家看電影 或是看電視劇 都很有印象 沒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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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